当时可能对高老师还没有什么太多了解,回来之后一看是吧,高老师在那个瓦斯城DOO方面做了大量的文章,然后我们讨论班的话,去年其实读了很多很多高老师的文章是吧,所以我也想要找一个机会吧,高老师请过来讲一讲,当时因为还是疫情环境下吧,所以想在线上是吧,没想到我们线下都已经实现了对吧,然后高老师那个,大家可能看到那个高老师的一个那个海报, 然后高老师的这个刚才讲了,他在那个WDLO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文章都发在那个管理科学的TOP期刊ORMS,然后还有很多讲,那个讲的名字有点难念,我就不念了,好吧,然后高老师真人也非常爽,真的是非常非常爽,然后我说请高老师来做一个报告,高老师立马答应,我还请高老师今天上午跟明天全天给我们讲一个短期的课, 高老师也是相当于直接就答应了,虽然我问他的时候是这个星期三,我这个星期三问他的,让他星期五来上午来给我们讲一讲,然后高老师立马都答应,然后我们希望后面那个高老师能常来,然后呢,对吧,这个不说南大就是你的家吗,是吧,只能说那个你来了,对吧,我们南大已经热烈的欢迎你,好吧,下面我们就请那个高老师用做报告, 谢谢刊OR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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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来到南大荣幸知智,能和这么多同学老师交流,还是很开心的,我今天得, 那我继续,今天主要也是讲一些我的过去的一些工作,在这个Wirestein DRO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随时听,然后主要还是跟大家做做交流,相续的事情。 在我看来,Wirestein DRO就是可能分为几个方面吧,就是一个是因为我们做优化的,从计算方面,我们把这个问题给求解,然后呢,因为它跟机器学习在这几年,Wirestein DISTANCE在机器学习有很多应用,所以它跟这个所谓的政策化有很多关系, 然后最后就是对这个Robust的问题,它的Robust solution,它从统计意义上有什么保障,是一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主要会从这三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综数。 然后呢,可能中间会主要是给大家一个,一个比较概述性的一个总结吧,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如果我有讲的不细的地方,大家可以随时打断,然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先看我们两个例子吧,就是也是大家熟能详的一些例子,这个例子其实今天已经讲过一遍,就是第一个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例子, 然后我们是要说要学习一个神经网络里面的参数,然后用来去最小化我们的某一些目标函数,比如说我们想去尽量的降低这个分类的错误率, 然后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数据集,比如说一个ImageNet, 可能有几万张图片,也就是几万个样本,那与之相对的呢,其实对应的这个Neural Network,其实它的参数可能会更多, 有时候会上亿或者上十亿的一个参数,比如说AliceNet,它就有上十亿的参数, 那这样的问题呢,在这个经典的我们英文数学里面,我们会给它成为这种病态的问题, 所以并态就是说我们的位置数,要比我们的样本的个数好多,那就相当于你解一个方程, 你的位置数比你的等式还要比,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最优秀解,这些最优秀解都能去最小化我这个在经验分布上的一个无差, 在这个分类集上,在一个训练集上可能能达到近乎百分之百的一个中学率, 但是呢,对于这样的这么多种最优秀解,我们得从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 所谓的比较好,就是它不仅是在这个训练集上,它的分类效果比较好, 对于一个新的图片,我仍然希望它也比较好, 那这个在现在的这个训练集上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有很多很多方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解有一定的鲁邦性, 所以鲁邦性就是说它不仅是在训练集上有线比较好, 那在一个新的测试集上,同样一个现在比较好, 就是所谓能够泛化到一个从训练集到测试集, 这是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一个高维的学习问题, 所以高维的学习问题就是有这样的特征, 样本可能远小于位置。 第二个例子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这个对抗攻击或者对抗样本, 我还是以这个图片分类为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训练一个神像网络, 那它的正确率会很高, 比如说几乎100%的正确率会把图片正确分到它们所属人那边,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熊猫, 那可能以很高的知心度它分类器会认为这是一个熊猫的图片,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样本进行一个很小的扰动, 这个扰动小到可能我们肉眼很难分辨出左边跟右边两张熊猫的区别, 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样本,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刚才已经训练好的这个分类器里面, 那可能以比较高的知心度它可能就被误分成为一个猴子, 那这个问题也是说明虽然可能我们对一个训练机能够达到很好的分类的效果, 但是经过了一个很小的扰动, 那可能之前训练的效果就会变得很差, 那这里呢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保证在一个小的扰动之下, 因为我们新的样本可能真的就和你的训练样本不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获得到这分类器仍然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所以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都尝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也是这个统计学系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找到一个解, 这个解不仅是对我们的训练机或者是已经观测到的样本表现得很好, 并且呢它能够泛化到新的以及之前没有见过的数据, 这个没有见过的数据可能是从同分部里面抽样的新的样本, 也可能是对之前的样本进行一个小的扰动, 分别对应于我们前面的两个例子, 那为了描述, 为了从数据上描述这个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统计学系问题描述成一个统计学系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统计学系面的问题, θ来表示我们想要学习的参数, 比如说可以是神经网问里面的权重, 然后L是表示我们的这个损失函数, 损失函数可以是比如说分类的错误率, 可能是在做GL上里面的误差, 然后它会和我们的参数有关, 也和这个分部代表的是一变量z有关系, 那通常在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己的这个随机变量, 是从某一个潜在的真实的地层的一个分部里面双样出来的, 比如说所有的图片, 就是从这个整个自然界, 用这样的这块图片, 它就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一个分部, 但这个分部我们是无法穷尽的, 我们只能得到它的一些样本, 那这些样本我们用蓝色的分部, PN来表示N表示这颗样本的大小, 那因为这个底层的真实的分部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通常是把它表示上一个经验分部, 那经验分部呢, 如果你取得足够多, 那它可以去逼近这个真实的分部, 但是通常来讲这个样本的数目可能, 因为随机变量的维度的问题, 样本的数目可能远远达不到, 能够完全去逼近一个真实的分部, 那这里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泛化的误差, 就是说我在真实的分部下面, 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期望的误差, 那在这个训练集上, 我们把它叫做经验分部上面, 会有一个经验的误差, 那我们去通常能做, 能解的是这个经验误差, 最小化的问题, 然后通常来讲, 我们可能也能实现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函数, 就让它得到一个基金, 比如说零的什么一个结果, 但同时呢, 我们真正希望的是让这个真实的误差, 也会比较小, 所以如果这个差, 这个泛化误差比较小的话, 那么就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控制它的泛化的能力, 也就是等待于去控制, 让它这个泛化的误差进行那么小, 所以所谓的Generative Error,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统计学习里面, 然后第三部分是关于统计性质的分析, 就是看怎么去来保证, 这个泛化误差进行的效果, 对这个就是一个机器学里面的核心问题, 那对于大家比较熟悉机器学习的文献的话, 那最常见的话, 或者一大类思想的话的, 那一大类思想就是正德化的思想, 就是说我要对这个目标函数引入一些惩罚项, 这些惩罚项的目的呢, 是让我这个搜索的空间稍微小一点, 因为你这空间越大, 那你可能产生的泛化的误差就越大, 那怎么去进行一些正德项的处理呢, 那最经典的, 比如说我们要解一个方向程, 建成方向程里面最经典的就是L2, 这是最开始可能在高四那个时候, 就会有对于L2进行, 它的二范畜进行一些惩罚, 那现在记忆学习里面很经典的, 现在会归你们的Lasso, 它是对一范畜进行稀疏的惩罚, 那在神经网网里面有些其他方法, 比如说加一些扰动, 或者有所谓的drop out, 或者是对抗兴趣念, 有各种这样的, 它们都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为一种照格化, 我老陈老师打断想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做这个时候,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想通过这个正的, 想实现某些性质是吧, 但是我应该怎么去设计这个正的, 因为很多时候, L1L2, 我知道是吧, 我怎么样去想办法能设计新的政策, 当然, 这其实也是我对DRO相当于比较感兴趣的原因, 这是比较好解释吗, 这个是一个很合心的问题, 而且就是如果你让我说, 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有一个很具体的应用,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对这个应用本身, 它的本身的结构, 你有一个很好的聊天, 比如说这个问题, 我是要学习吗, 我身心网络, 那这个身心网络本身, 它的一些内在的结构, 我要让它保证,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集合, 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本身, 你得有一些多个认识, 相当于是有些domain knowledge, 能够帮助你去设计一些, 比较有用的正的化,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怎么也说, 所谓的我们是通用机器学习, 可能我想设计一个方法, 就是让不管什么样的任务, 我都能让它表现的比较好, 但这个时候有点too good to be true的感觉, 你想用一个方法, 去让大部分东西都work, 这个能不能实现呢, 也不太好说, 但是所谓DRO这个方法呢, 其实它从某种程度上, 其实想给大家提供一种比较系统的, 就不管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至少做一个第一次的尝试, 然后来得到一个初步的解决, 得到初步解决之后, 也有可能你可以再进行下一步的调整, 这里面呢, 我写这个形式的时候, 可以提一句, 它是一个非常显示的这个政策化, 就是说我显示的会增加一项, 来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这个解在这样的这个意义下, 是比较小的, 因为我要去minimize这个阵子, 但同时呢, 会有一些算法, 从算法上去保证, 就是说我不会去直接去惩罚这一下, 我可能这个算法本身, 虽然我的模样函数还是原来的函数, 但是比如说我设计, 我的这个随机下降方法, 它有一些隐性的政策化, 能够就恰好, 只要我用这个算法, 虽然还是同一个模样函数, 但我用这个算法, 就能保证多少步之后, 它这个本身它的犯法能力就比较好, 当然这个就跟你的算法, 相关计划算法能够实现这一点, 比如说你用随机下降, 你去解一个最好的乘法, 你就能够保证得到这个解, 它的范数是在每一时刻, 都能保证它是比较小的一个范数, 但是对于其他问题, 比如说解Newial Network的时候, 你用某一些SP方法, 它也能够保证, 哪怕你不去加任何的这个承罚项, 你也能够保证它的犯法能力是有些保证, 这是最近在做深入学习的时候去解释, 为什么就是SGD, 它就是很好, 哪怕我不去加任何的人为的去更加任何显示的这些政策项, 它也能够有很好的犯法能力的一个原因, 对, 先生同学, 还有这边在读的同学老师, 那回到我们这个, DRO这个框架, DRO框架, 其实从某个以上来讲, 在我第二部, 我说它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政策化的方式, 那当然最开始提出的时候, 它是有另外一种观点, 那它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 我有一个训练级, 这个蓝色的PN, 然后它可能, 我们训练出来这个参数, 对于这个训练级来说, 它表现比较好, 但稍微扰动就不好, 那说的话, 我就从我的设计, 这个优化的框架上面, 我保证, 就是它不仅是对这个训练级表现比较好, 同时对于训练级稍微扰动之后的任何一个分布, 它表现都比较好, 所以的话很自然的, 就是会引入一个, uncine set的概念, 由M来表示, 就是这个M呢, 它表示了一族分布, 这些分布呢, 它不仅包含这个经验分布, 它也包含那些, 在这个决策者认为和经验分布都很相关的, 那些和经验分布比较类似的分布, 那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现在就变成, 怎么去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机, 那最开始叶老师提出DRO的时候, 那是给予这个据信息的, 那之后还有很多就给予统计距离的, 统计距离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先定义一个分布跟分布之间的距离, 就表示了数据之间的相似性, 然后我不仅要对我这个训练级表现比较好, 我对跟它相似那些训练级经过扰动之后, 比如说我把它进行一些对抗性扰动之后, 它的训练效果仍然也要比较好, 这个是从这个建模的角来讲, 我要保证一方面我这个集合要足够多, 就是多到它才把扰动之后这些分布都能够进去, 但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太多, 多到比如说这个它能够这个分布太多, 以至于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所以里面有个权衡, 就是说你到底怎么去选这个这个集合的大小,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maximization问题, 你引入me max问题之后, 这个maximization问题是对于这个函数进行优化, 对于分布进行优化, 这个是一个无穷位的优化问题, 那怎么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一个计算机能够解的一个有限位, 甚至是粗的问题, 这是一个这个问题的核心, 那另外就是从统计上来讲, 你得到一个罗伯斯的解, 那这个解怎么从一个定性, 或者定量的方式来刻画这个解, 它的sample complexity, 比如说它怎么能够就是能够保证, 在这个sample比较多的时候, 它就表现比较好的, 它关于sample size的dependence是什么样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对于WarsetSandesense的调容, 从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那我先会讲一下WarsetSandesense的定义, 然后以及它对应了这个调容问题, 然后再从计算, 政策化, 以及统计, 保障, 三个方面去谈这个问题, 那WarsetSandesense呢, 这个定义的方式,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最开始, 看那个熊猫的例子, 熊猫的例子里面, 我们衡量两个图片之间的距离, 是相当于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 就是看它们做到一个怎么样, 一个小的扰动变成另外一个图, 这个扰动就衡量了它们之间的距离, 那WarsetSandes的距离在定义的时候, 就是看一个分布, 怎么通过扰动变到另外一个分布, 那这个扰动呢, 我们把它成为一个运输, 就是最后运输问题, 这个最开始呢, 是其实在研究一些经济问题里面出现的, 我可以把两个分布, P hat蓝分布跟P红分布, 看成是一些需要运送物资, 以及接收物资的两方, 比如说从红色是生产者, 然后他们需要可以运送一些物资, 然后蓝色是需求者, 他们可以接收一些物资, 然后所谓的物资就代表了在这些点上, 一些probability mass, 然后在红分布上, 他们生产, 每个生产者他也可以生产QJ这么多的物资, 然后对于蓝点, 每个蓝点PI, 每个蓝点I, 他们需要PI这么多的物资, 然后我们的物资总量是相同的, 都等于1, 就是total probability都是1, 然后这两个约数代表了是生产能力, 比这个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是QJ, 这边是他们的需求量, 第二个需求者他们需要的这个物资是PI, 这两个就表示了他们需求跟生产的能力, 然后pairwise点对点的这个cost, 用C来表示, 然后代表了就是从点J运输到点I, 都需要的这个cost是CZIZJ, 然后gammaIJ是我的决策变量, 就是说我到底应该从BJ个点运输多少的物资到BI个点, 那他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流平衡flow balance这样的列出条件, 我需要找一个自由传输的方式, 使得把物资从所有的红点运输到所有的蓝点之后, 能够去技巧化他所需要的成本, 那这个成本呢, 通常会跟这个概率空间它本身的这个距离有关, 就假如说我这个数据空间是有一个度量的, 这个度量就代表了点跟点之间相似性, 比如说图片里面, 我就是可以用欧式距离来代表把图片相量化之后, 看这两个相量之间距离就代表了这个图片的相似性, 然后呢我这个传输了成本, 就可以用这个距离, 然后再做一个P次方, P通常可以选1,2, 产典的选择, 那这个问题, 它的自由值就定义了它的Warshal Stein Distance, 那我们就发现在定义这个Warshal Stein距离的时候, 它跟这个底层空间的, 它这个距离很有关系, 如果肉眼看这个所有的红点的分布跟蓝点的分布, 肉眼看它的距离会比较小的话, 那对那Warshal Stein距离也会相当会比较小, 那这样一个定义呢, 它可以完全的推广到任何两个分布, 就不管是它的分布是离散的连续, 还是几乎离散又不连续的, 那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 我们稍微变一变, 把这个传输的这个计划, Gamma当成一个这两个分布之间的联合分布, 然后这个所谓的需求和供应的这个约束, 就是这个联合分布的边缘分布的条件, 就是说这个联合分布, 它两边缘分布分别是蓝的Phead和红的P, 然后这个所有的传输成本, 就是这个cost function C, 在这个联合分布下面的这个期望, 那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它的最优值, 就给出了任何两个分布之间的Wars-Tun距离, 那为什么我们会要关心Wars-Tun距离呢, 其实还是最开始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再看比如说图像处理里面, 虽然说可能一个图像, 它的为数是很高位的, 那它取决于这图像的分辨率, 一个32乘以32的图像, 那它的分辨率就是1024乘以3, 就包括红绿蓝三种颜色, 可以用1024乘以3, 3072这么一个项链来表示, 那虽然它是一个很高位的项链, 但是其实它的复杂度没有那么多, 我们人脸比如说它都是, 可以用很低的一个复杂度来描述, 比如说每个人都会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两个眼睛, 那其实能够描述, 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很小的自由度来描述这个人脸就可以了, 那最后从一个高位的空间来解释的话, 比如说这个Image Space也有很高位的空间, 但其实能够被认为是像人脸这样图片的, 它是在高位空间中的一个低位的流行, 那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要去衡量在高位空间里面两个低位流行, 它们之间的距离的时候, 我举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给大家理解, 比如这个三位空间里面两个异位的流行, 是红线跟蓝线, 我们可以考虑在这红线跟蓝线上两个分布, 比如说红线上有一个均匀分布, 蓝线上有一个均匀分布, 然后这两个异位就像它们特征是它们智商级很相近, 但是又没有完全相交, 它们有一些重复的部分, 但有很多相似当然又不重复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衡量这样两个分布之间的距离的话, 我们重点来看它们的相似性是很大, 是非常相似的, 但如果用统计当中非常常见的距离, 比如说三度, 特别的比如说相对商, 那它的结果就是真无穷, 原因是因为它们的支撑级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我们在定义这两个, 在定义这种所谓的散度的时候, 通常是看同一个点上, 它们的probability density的ratio, 但因为有一个点上, 有一个分布, 它的density是0, 另外一个分布, 任何一个正数都导致会出现出于0的情况,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 那种常见的divergence, 都会得到一些不太反直觉的这种定义, 这是为什么对于高位的问题, 因为高位问题里面低位流行这种问题非常常见, 不光是图像的数据, 其实我们金融数据里面, 只要是我们那种能做图成生分析的这种数据, 它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可能只需要几个因子, 都能把一个高位的随机变得给描述清楚, 所以这些几个因子它对应的这个流行就是一个dv的流行, 所以对于很多示意数据, 你都会出现它们对应的分布都是dv的流行, dv流行它大概率它们的支撑机都是不完全重合的, 那这个时候用524完成就比较合理, 那下面一个例子的说明, 其实对于1位的分布, 523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这里面我们考虑三张图片, 三张图片我们去看它们的灰度值, 所以灰度值就是看我们每个图片它会有比如说很多像素点来组成, 很多像素点这个黑白图片的话, 它里面的像素点就是0到255的灰度值, 0表示很黑的一个像素点, 255就表示全白这个像素点, 然后这个直方图就代表在这张图片里面不同灰度值它的分布频率的一个情况, 然后下面三张直方图对应了上面三张图它们之间的灰度分布的情况, 那么从直方图它是一个1位的分布, 1位的离散分布, 然后从直方图直观来看, 左边这两个直方图它们形状就比较相似, 都是中间凹然后两边比较高, 只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好像中间这个图往中间稍微, 两边向中间压缩一下, 就得到了左边这张图, 所以从至少我们直观上来讲, 左边这两张图是比较相近的, 那最后一张比较并态这个图非常暗,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点都集中在了比较黑色的区域, 那从直观看直观图里面, 也是这个分布和这两个图片都不太像,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灰度之间的距离, 比如说就是它们的绝对值, 来表示整数之间的距离, 来衡量点栏光点之间的这个传出成本的话, 我们计算这个warshan distance, 那跟我们的直观是一致的, 就是左边两个分布, 它们的warshan距离要远小于, 第一个跟第三个分布的warshan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用relative entropy, 就得到一些反直觉的问题, 原因还是因为对于这个病态的分布, 它有很多的酸素点, 它几乎没有任何的概率, 那你就出现了出一定的情况, 那就导致它最后的结果是非常的差。 那所以上面的能力就是说, 其实不光是对于高约问题, 高约, 像问一下那个entropy, 它应该是不对称的, 如果换一下这个结果会变成, 对于这个问题, 只要看比如说你是换这俩对吧, 就是p数跟pn, 因为这里面我们需要固定一个centre, 如果把这个作为centre的话, 我们只换它们两个的话, berg entropy对于这个距离应该也是会有同样的结果,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不管你什么样diverance, 我总会有类似于这样的例子, 来说明它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会出现这种, 一个证数数上一个非常小的数数的这样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diverance都会有这样的例子, 有可能不是这个具体的例子没有算过, 但是会有类似例子也会有常文问题, 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例子能够给大家说明, 至少你考虑这个warsan.o, 所以很多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warsan.o最开始在金融里面会用到, 然后是Flug跟Waterball他们在2017年的一篇paper里面, 提到了这个Autherset, 但是自打提出之后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因为在那个时候认为这个问题, 其实里面这个优化问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然后他们最开始提出的时候解决方式是把这个样本空间进行离散化, 离散化就会有curse of dimensionality的问题, 总会比如说每个方向, 离散化成十份, 那你一个实规的问题就变成十个十字方, 所以就已经非常不可解了, 但是他这个最大的突破就是2015年的时候, Enel Keung和他的学生Payment, 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个时候对于Warsan, 这个PHAT是这个Autherset的时候, 在欧视空间上面在一些挑战前面得到了一个对有性的结果, 就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后来包括我还有Hosé Blanche, 和他的学生以及关永培、赵超越他们, 都对这个结论都会进行某方面的改善, 我现在有个线上的问题, 如果P是在低微流行上, 好像看不到, 我怎么看, 可以看啊, 如果P在低微流行上, Q和P在523GD很小的话, Q就会有什么结构上的特征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描述一个流行的结构的话, 通常我们会说这个流行的维度,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P是一个一条线, 然后这个线我稍微给他各个方向都会稍微这么粗一点, 变成一个很粗的线, 那他就不是一个E的流行的, 变成一个立体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跟Q的523GD仍然很小, 所以说他的维度可能会有变化, 就从就是最经典的这种定义, 他的流行维度会有变化, 但是至少就是从这个, 就是如果你对他进行主成分分析, 比如说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那得到了主成分, 他们之间还是比较相近,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回答问题, 因为所谓结构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从流行的维度来看, 也可以从这个流行所对应的这些主成分来看, 也可以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那可能在某些角度来讲, 它是比较相似的, 有在某些角度会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至少对于我们通常常见的这些问题, 应玩算距离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是一个视图, 视图, 全屏, 我们继续, 那, 我也玩算距离, 它就状了一个对有性的结论, 就是在这个里面显示了一个结果, 左边, 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先假设比如说, 是一个有限为的一个参数, 这个通常来讲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那这个问题的难点就在于, 里层内层问题怎么解决, 之后呢, 我们先暂时的把这个负负固定住, 然后只看一个固定的负负固定, 下面一个对用的loss function, 然后怎么去解决, 里面内层的优化问题, 然后, 嗯, 我们的这个WorldSpan它的Radius, 我们用Row来表示, 然后它的Center是Phead, Phead可以是任意的分布, 并不一定会来是这个, 经验分布, 经验分布对于你, 有一些机器学习的训练集, 刻画非常好, 但对于有些机容里面的例子, 比如说吧, Phead想象高次分布, 或者想象某一个, stochastic process, brown emotion, 那可能对于, 那样的问题来说, 有一个polish space, 可能会是一个更合适的简单方式, 先解释一下这个对我问题, 这个对我问题, 它的意义, 那lambda呢, 其实就是原来原文问题, 这个WorldSpan, Constrant的一个, 拉个让, 这是成子, 然后你lambda乘以Row, 是它的第一项Penalty, 然后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 它可以大概这么解释, 就是说这个zhat, 是这个你的, 这个叫名义, 概率, 就是Phead, Nominal Distribution, 下面有任何一个点, 你可以认为是, 里面有任何一个蓝点,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想让这个l, loss function, 基本上大, 但是又不能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 它第二项, 它的cost, 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我相当于是类似的, 就是我在每一个点附近, 做一个扰动, 这个扰动的目的, 是让这个loss function, 进程的大, 但同时又不能让它, 跟原来zhat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用这个传输的, 成本cost来衡量的, 那它, 这个wars function距离, 它的意义, 就是说, 我每个点都会扰动, 但是我要保证, 他们平均下来, 扰动这个距离, 不能超过rall, 不能超过一个threshold, 那这个问题, 这个片, 就是2015年, 最组能力片, 工作, 他们里面, 就假设了l本身, 可能会有一些性质, pys, 可能会有这样的性质, 然后推了一些duality, 然后在之后呢, 在不同条件下面, 大家都试图给这个阶段进行一些推广,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那篇文章, 其实证明的也就一页纸, 就是把这个duality, 证明到了一个最general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说这是一页纸呢, 因为我们最开始, 在我这篇文章里面, 可能废了, 有可能二三十页纸的, 这个长度, 才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 这个polish space, 但是后面这个结果, 对于任何的, 几乎是任何的space, 非常非常重要的挑战, 只要你这个问题, 是一个well defined的问题, 那它的做问题, 但是对我问题就是成立了, 那有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是比较tractable, 那我们左边是一个无穷位的优化问题, 首先我们通过队友, 把它变成了一个有限位的优化, 因为外面是一个关于lambda的, 一个异为的数据优化问题, 第一项关于lambda是线性的, 第二项关于lambda是convex, 因为它是maximum of convex function in lambda, 那里面这个问题呢, 它还存在一个内层的supremo问题, 这个内层supremo问题是关于这个data, z而言的, 就是说我要求解这个问题, 那右边这个对我问题, 它是否求解, 就非常依赖于, 你这个内层的几大化问题, 是否好求解, 那这个并不一定是永远好求解的, 在最开始, DNU共这篇文章里面, 他们假设这个l本身是piecewiseconcave,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问题能够转化成一个推药化问题, 原因也很简单, 就比如说, 如果l本身是concave, 然后c关于cost, 通常来讲, 假设它是convex的, concave function减去convex function, 那concavemaximization问题, 对于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豪杰的问题, 但另外一方, 那如果更一般的, 如果它不是concave, 而piecewiseconcave, 那你可以把每个piece, 先去做一个maximization问题, 然后再maximizeoverthold the piece, 它也是一个非常豪杰的问题, 所以, 那就是如果l本身它是一个, 它能表示成有限的, 那些数目商量来说比较少的, 这个, 凹函数的, 最大化的这样一个函数的话, 那它也是可以比较好解, 但是呢, 如果对于一个一般的一个函数,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技术学系们, 这个loss function, 关于z, 它不是concave的, 它反而是convex, 比如说, 逻辑回归, 然后这个最小而长, 然后这个entropy, 它关于这个data都是convex的, 那你再加上一个convex cost的话, 你本身convex跟你convex, 就是differenceconvex program, 那这个时候, 就很难得到一个, 就全局自由解决,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那么trackable, 那所以呢, 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考虑所谓的这个新款l, 没有时间讲, 不过大家一起就是说, 对这个本身warspan的定义做一个修改, 在进行一些修改之后, 相当于在那里面, 对于这个传输方式, 进行一个政策化之后, 得到一个新的距离, sincron distance, 这个sincron distance, 它的reformulation, 就能解决这个, 我们其实规避了求解这个maximization问题, 想法很简单, 一个问题, 一个函数, 它的最大值, 可以被所谓的log sum exponential function来逼近, 就是对这个方式而言, 你如果让eta, 趋向于0, 那这个log sum exponential, 这么一个函数, 它就会无限的, 会比进于它的最大值, 那就这个eta, 就是这个sincron距离里面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是一个tuning parameter, 那我们如果有这个sincron距离里面的对我问题,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sincron距离里面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sincron距离里面的问题, 换成了这个log sum exponential, 这么一个近似, 我们发现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发现, 反而是如果用这个sincron距离里面的, 它的warskate distribution可能会更有意义, 然后它计算上也更有效, 它的alloc sum performance也会更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l本身, 对这个dataz有任何的图性, 傲性, 只要是常见的loss function, 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修解, 因为这里面我们不再会有一个maximization问题, 这个maximization问题变成了一个, 就是一个function evaluation, 就只要去evaluate它的expectation, 那还有一种情况, 它也是比较prefetable, 就是说有时候, 在一些很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是这个广义线性模型, 然后虽然它也是粗的, 但是如果你假设这个z, 这个data space, 就是一个整个全空间, 那然后并且假设这个cost, 比如说这个nor, 那整个这个maximization问题, 它有一个b式的解, 那如果是b式的解的话, 那你可以去解那个, 它这个b式的解通常, 能等价于一个范蜀正则化的问题, 那你就直接去解那个范蜀正则化的问题也好, 那更这个一般的, 对任何一个lost functionL, 你有一些smoothness的要求, 那它这个右边这个问题, 能够aproximately, 就大概能够等价于某种正则化问题, 那也可以通过去解那个, 正则化那个proximately的问题, 来实现对这样右边这个问题的球体。 对,上方请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smoothness的时候, 你是先设定inta呢, 还是, 哎对对对, 这个是个很好问题, 这个smoothness就是, 如果对于wars3.5, 只有一个tun, 但是对于smoothness的话, 就会有两个parameter, 一个是这个row, 一个是ata, 那这样的话, 你去tun两个parameter, 要比这个tun一个parameter要费劲的多, 然后我们numerical两个, 我们是这么做的,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row设成一个值, 这个值是一个, 让这个问题有意义的最小这个值, smoothness跟wars3.5不太一样地方是, 如果你把rayta设成0, 这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有时候, 哪怕一个分布跟它自身, 它的smoothness都不会0, 就像是做了一个debias, 让它是成为最小的那个, 让这个问题有意义的那个row, 我们把它设为这个, 一个处置化的这个row, 在这个给定这个rays下面, 我们先去tun这个ata, tun完ata之后, 我们再去tun这个row, 相当alternity, 我们先tun了一个ata, 然后再tun这个row, 发现这样其实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其实你在相当于做的时候, 这个ata它相当于不是, 是先先固定的一个ata, 不动的, 它是其实也是一个tunan parameter, 对对对对, 这个以前我们做那些small thing的算法的时候, 其实也是两个一起用。 啊啊, 那当然你也可以让它ata怎么着, 随着你这个smoothness, 有变化,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当你同时也有ata也有row的时候, 它可以smoothness怎么skating, 就是一个, 到现在还是一个open关系。 刚才提到了, 就是在一些情况下, 你这个问, 右边这个问题, 它可以等价地认为是某种政责问题。 那所以下面这部分, 就是来谈一下, 这个Warshan DRO, 它跟政责化问题的, 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做这个问题之前呢, 其实在literature里面已经有很多讨论, 这个robustness跟政责化, 它们之间关系的文章, 但主要都是, 基于这个传统的, robustness的框架。 最著名的就是许晗老师, 他在lasop and SVM, 这两个情况下, 他们证明了robustness和organization, 在谋论上是等价的, 那在之后呢, 有些follow up work, 也可以推广到这个Warshan DRO, 在各种情况下都会有一些结论, 但主要呢都是, 在对于这个木曜函数有一些线性的假设, 就是外面这个l方式, 它是一个l方式, 但里面这个参数跟data这段关系, 总会有一个这么一个线性的关系, 在这个线性的关系之下, 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结论, 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它等价于, 关于这个参数feta进行贩术的证则化, 那我们离一篇工作, 就是想把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更general的, 来去建立这个证则化跟robustness的关系, 那有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就当然会有一些condition, 我们可以先不看, 所谓的这个, 这个鲁王优化它的, 最robust的这个loss, 把这个问题的, 这个自由值, 叫做robust loss, 那这个robust loss呢, 它可以表示成empirical loss, 在经验分析下的, 这个期望, 然后加上一个正则项, 这个正则项呢, 系数就是我们1sine的radius, 用rhoN, 从现在开始我会把这个rho带上, 把sample sizeN, 因为之后我要看它这个robust, 关于sample size的scaling, 特别的我这里面就是scaling, 就是1rhoN, 是这个, 就典型了一种scale的方式, 然后正则项, 这个这个, 惩罚像这个惩罚函数, 它的定义是这样, 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要看这个loss function, 它关于dataz, 它的变化率, 就是t度, 就表示了这个函数, 关于data的变化率, 那直接上来讲, 就是说, 当我的data, 我的sample, 进行一些少的扰动的时候, 的loss function, 到底进行了多大的扰动, 还是回到最开始, 那个熊猫的例子, 就是说, 我稍微把图片变一下, 我这种loss function本身, 它的loss到底有多大, 那我希望呢, 是让这个loss, 关于这个data的变化会比较小, 那衡量这个变化呢, 就是在每一个点上, 在这个ample point上, 每一个点上, 我都可以去取一个t度, 然后这个t度的norm, 就衡量这个东西的变化率, 然后再对所有的这些点, 进行一个加强平均, 然后整体这个, 就代表了这个函数的, 关于数据的扰动的一个变化率, 我把这种扰动叫做, 把这种在ample point loss, 跟这个变化率之间的这个权衡, 叫做bias variation配套, 主要是跟我们书上, 常见的bias variance相对, 因为这里面, 它其实表现的不是, 关于某个分布的方差, 它更多的关系呢, 是它关于数据的扰动, 把这个变化叫做variation, 之所以叫做variation, 是因为当你p, 取称1的时候, 当你p取称正无穷的时候, 这个p star代表, 是这个p的holder conjugate, 就是1 over p, 加上1 over p star等于1, 所以这个如果p等于1, 那p star就是正无穷, 如果p等于2,p star就是2, 和p等于正无穷,p star就是1, 那特别的如果p等于正无穷的话, p star就是1, 那1对应的这个, 这个形式实际上就是, 如果在1位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函数的total variation, 所以把它叫做vias variation, 那给大家具体一个例子, 如果p等于1的时候, 对吧, 如果p等于1, 那这个p star就是infinite, 那你这个t2的norm的最大值, 其实就是这个函数的lipschitz, 所以的话, 对于1 over 3dro, 那这个robot loss, 就是几乎等价于empirical loss, 加上这个radius, 乘上这个函数的lipschitz node, 当然这个约等号, 对于1 over 3dro还是说, 这个约等号会需要一些比较强的条件, 才能成立, 那如果不成立的话, 就是说lipschitz recordation, 是这个robot loss的一个upper bound, 这个是对于, 基本上所有的lipschitz function都是成立的, 那这个要等于, 就并不一定, 然后这两个问题的gap, 会取决于这个function本身, 它的这个lipschitz function, 它有多集中, 就是它这个写率变化有多集中, 然后呢, 那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 就重新复现了很多已有的结果, 就比如说, 你只要对于loss functionl, 本身有些非常mild的假设, 我们不需要它是t2的, 注意到最开始这些结果里面, 都需要这个loss functionl, 这个小l是个t2函数, 我也是知道svm, lapschitz record, 这些都需要它是一个t2函数, 但实际上, 这个结果里面, 我不需要它是t2函数, 对于一些非t2的函数, 它也是可以证明robot loss, 就是一个android loss, 加上这个milder representation, 那因为, 对于这个问题而言, 我一走这个少写了一项, 它应该还有一个constant, 有时候因为对于这样一个function, 如果l是1lipschitz, 它说lipschitz constant就是1, 然后那你对它求导, 然后再求它的t2的范数, 它就是它得到了就是l的lipschitz乘上这个theta的诺, 如果l是1lipschitz的话, 你就前面就没有它的lipschitz constant, 那对于t2的3.0, 那2的后者可能给它是2, 所以它等下来是这个, 我把它称之为gradient representation, 所以gradient representation就是说, 你去看它的t2, 然后再去参加它的o式, 它的2范数, 2范数最常见的范数, 然后这个是只要强调一点, 它是一种就是data dependent representation, 就如果我们看, 看这种之前的关于normal representation, 这个这个政策项, 是跟你的数据的分布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关于参数的一个政策的话, 但这边的政策的话, 它是跟你这个分布本身是有关系, 所以叫做一个data dependent representation, 这种data dependent representation呢, 在深入学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应用, 然后他们在训练这种深入神经网络的时候, 就是用右边的这种方式, 去训练这个神经网络, 以达到一些路方向, 这边列了一些reference, 然后呢, p等于正不穷的时候, 正不穷对应的这个, 就是讲的是total variation, norm, total variation, 其实可能程朗是比较, 这种total variation, 我们在这个逐向科学里面, 远在这些工作出现之前, 大家就会去用total variation penalty, 去解决一些图像处理面的问题, 然后也会有很多算法, 去针对这个total variation的设计, 那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常见了几种p的选取, p等于1,p等于2, 以及p等于正不穷, 都会有很好的对应, 就是把这个robus loss, 和这个leakish realization, 或者是green realization, 或者是total variation realization, 这个很好的对应, 时间关系, 我就先把这个证明给跳过了, 不过其实想法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想证明upper bound, 就是做一个tator expansion, 他的想法还是, 跟我们之前这张图非常有关系, 因为都是说, 基于每个点进行一个扰动, 那只要这个扰动, 它的大小是可控的, 因为我们是由这个弱来控制住的, 那只要这个扰动的大小是可控的, 那我们在每一点的局部, 都可以做一个tator expansion, 那只要L本身有一定的光滑性,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tator expansion, 然后对这个误差进行一些控制, 对这个误差进行控制一些精细的分析, 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是对于很多问题的成, 对于很多问题都是成立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那样结果就是说, 对于L他只要是piecewise smooth, 他都是有这样的结果, 这个基本上涵盖了, 机器学习的大部分的这个loss方式, and lower bound也是类似的, 然后你考虑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 去分析他到底怎么扰动的, 找一个特殊的这个解来说明, 他是原来问题的, 然后这里面所有不等式, 基本上就是holder不等式, 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不等式的应用, 主要就是分析里面可能需要对这个本身lambda, 因为这个问题里面, lambda你是不能得到一个很显示的解答, 需要对lambda的范围进行一个比较精细的控制, 特别是对piecewise的情况, 在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泰勒展开了, 因为他不可谓, 你怎么会把这个误差进行一个很静细的控制, 是分析里面的比较难的地方, 我大概的想法还是很直接的, 就是做一个逐步的展开, 那我先暂停一下他, 这部分大家有问题。 嗯, 就是说, 我上面这个圆圈这个大小是相比的, 不想不懂就是你自己定, 你自己定就是, 就是这里面他们需要, 比如说如果P等一, 就是说这些圆圈他们搬进了平均值, 要小一点肉, 但是如果P等于正乎无穷的话, 那么每个圆圈最大, 最大最多不能超过肉。 哦, 对,但是一般只要P小义无穷, 就是说是通过这种P范数的价钱平均, 小一点肉。 然后我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这个每个数据点上, 对于这个半径的这个大小和这个数据, 在他做角色中间, 这个重要程度有个关系吗?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 对于这个Loss function而言, 我是想让他尽可能的产, 我要去maximize他, 他将成为work space, 那肯定是如果在这个点上, 他的协力很大, 一个很小的变化, 如果能让这个函数增长了很大的话, 那么就愿意去优先的去移动那个点, 因为一个很小的变化, 就能对这个老方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的话, 比如说在P0E的时候, 我就是就去看哪些点, 他能达到Lips is constant, 我就去移在那个附近的那些, 因为只要稍微移动一下, 我这个韩说增长量就是Lips is constant, 乘上这个我移动的距离, 这是从直观解决, 从直观上解释为什么P0E的时候, 他能够被这个Lips is constant, 那如果P0E的话, 我就要更小心一点, 因为我相当于是位置的average, 那我这个时候, 我移动了这个距离, 就是正比于这个点上, 它的函数值, 仍然还是函数值越大, 仍然还是T2值越大, 我愿意去移动它, 但是因为要考虑这个相当, 其实还是这个Cochie Schwartz, 不等是, 我会让它这个Cochie Schwartz, 不等是达到这个等号, 那对于RP0E的时候, 我移动距离, 跟它这个点上的T度, 的Norm是成功的, 我再想说进一步的话, 那从这个角度, 能不能会对于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一些计划的训练的时候, 对这个数据点, 它就有Loss的权重来进行这个调整, 权重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如果是你一定要说到权重, 那你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假设, 就是说点不变, 我光去动它的权重, 对吧, 那那个时候, 其实更对于是PL. 就是divergence. 我divergence. 就是说我这个support都不变, 我只是看每个点的, 它们的相对权重有多少, 那那个时候它更对于是PL. 但如果说Warsight, 我就强制要求我这个support不变, 那你它其实effective它干的事情, 也是说改变它的每个点要求, 但是Warsight本身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需要那种子, 更原来是这样的。 那我要继续。 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 还有很多时间。 行, 那下面这个是就是去研究一下, 得到这个卢邦邦解它的, 它的半化性, 半化能力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 从最开始在提出Warsight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从Warsight15年开始提出, 我们发现就是在, 大家也知道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引起了很多轰动。 主要Deniel Kohn的文章, 以及在精神学里面Warsight干, 有很多轰动。 那跟我其实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搭着顺风车。 然后, 但是呢, 就是有很多人, 就去把这个Warsight DRO这样的框架, 用到很多问题里面, 往后在做很多老师, 都会去做这样的问题。 那, 这里面一个, 其实从统计学教来讲,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怎么去选取这个参数中。 当然从计算教来讲, 我们就做Cross Validation, 去听用这个Radius。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还是想看这个Radius, 它关于Sample Size, 它最优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Dimension, 比如说变化是怎么样的, 想去刻画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关系。 那如果我把这个Radius选了很大, 那就是说我去, 考虑这个Occident很大的话, 那我对很多的分部, 可能表现都还不差, 但是我选了越大, 那我这个可能这个就越保守, 这也是在业界可能, 鲁邦优化被诟病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可能太保守。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许我选了太小, 那太小或者比如说, 特别我选了一个很接近于零的时候, 那他跟你不去做任何的鲁邦, 就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就没有起到这个政策化的目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我想是让, 因为我Sample Size是可以变的, 对吧, 我想看这个Radius, 是怎么跟Sample Size去变化。 因为你Data越多, 我对这个分布的信息越多, 那你的Radius可能居然于零的, 那他怎么居然于这个速率, 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对吧, 所以我希望呢, 是我要让这个Row尽可能小, 但同时小到我对我的这个泛化能力, Alof Sample Performance, 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所以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那最开始在提出这个框架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比较大家, 广为人知的一种方式去, 去来, 去Motivate这个Data这个框架。 这时候我们会经常会讲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什么呢, 我会去选一个Occident set, 就是Occident set, 它这个Radius, 足够大到这个真实的分布, 以大概率, 就落在这个Occident set的M里面的话, 那这个Robot's loss, 如果看远远来问题, 因为真实的分布已经在这里面了, 所以Robot's loss, 它的Workcase, 肯定是要大约等于这个真实分布, 这个在真实分布下面的那个Loss。 那我的目的, 可能跟他还是说我要去MiniMile, 我在真实分布下面误差。 那如果这个鲁邦误差, 能够被控制住了, 那真实误差是它的一个Lower棒, 那真实误差也能被控制住。 这是最开始, 在提出这个鲁邦优化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故事。 但是呢, 他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确实去选这个Radius, 使得让这个OccisionSet, 确实包含这个真实的分布, 一个很大的概率。 那这个时候我选取的这个Radius, 按照统计学里面很经典的一个, concentration inequality。 那我的Radius, 关于N的Scaling, 就会有一个Curse of Dimensionality的问题。 就是它关于N的变化, 它的指数是-1 over D, D是这个Z, 就是Data的维度。 那很快你比如说D, 选上10, 这个分成5, 就这样一个Scaling, 就已经是一个很差的一个Scaling。 那一方面呢, 这样一个, 用这样一个解, 能够给我们的问题有一个保障, 就是它是一个finance, 因为这个对于任何一个Sample Size N, 都会成立,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有限, 这个finance sample的一个保障,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保障可能太conservative, 这是我们之前说, 我不希望让这个Race太大, 大到这个太保守。 因为实际当中, 你在里面的时候, 也从来不会用, 真正会用这么大的一个, 其实只要这个D是大力的。 那一方面, 虽然基于这个, 它的empirically, 它的效果非常好, 大家都喜欢用,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在理论上就没有什么保证, 所以呢, 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给这个问题更好的刻画, 使得这个dependence, 是正常的这种Central Limit Ferm, 中心坚定的给的Wand Over Route N, 这样的dependence, 而不是这种有Cursal of Dimensionality的这种dependence。 那我们之前的想法是说, 我让这个真实的分布, 以大概率落在这个球里面, 但这其实一个比较间接的想法, 因为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的是说, 让这个worst case robust loss, 只要它比真实的loss来得大, 以大概率来得大, 或者是跟它有一个可控的误差, 就够了, 因为我目的是, 我不是说让这个robot loss进口大, 我只是想让我在真实的loss下面, 我的这个表现比较好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我实际上去选取最小的row, 使得这个真实loss, 能被这个robot loss给控制住就可以了, 这个只要uniformly对所有的参数成立,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我可以允许一个小的误差, 只要这个误差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prince, 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怎么去选取这个最小的row, 使得这个成立, 对吧, 但是它难点就在于, 统计里面没有一个现成的工具, 能够说, 因为你左边是一个真实的误差, 这是常见, 那右边, 是一个由water spine定义的一个robot loss, 没有说就是谁去来看这两个, 这个loss他们之间的, 就是他们两个期望之间的误差,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没有一个很现成工具, 让我们去做water spine定义的一些分析, 之前在KL定义的时候, 因为KL定义本身它就等价于variance representation, 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是用variance, 来控制ampere和min, 跟初min之间的关键, 所有constraining quality, 基本上都是基于variance, 所以那个时候, 对于KL定义有很好的, 很方便的一些工具, 来帮助我们去控制, 去选取这个radius, 但对于variance来讲, 他没有这样现成工具,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左边是true loss, 然后右边是这个robot loss, 然后我们希望有一个, 关于sample size n的一个scaling, 想知道这个roll是怎么底牌哪天的, 那在文献当中呢, 其实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果, 这也是这篇文章, 就是一个很有, 就是这个我们用很多想法, 都是从这个文章里来的, 就是它有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说如果L是lipschitz, 那么这个true loss, 以大概率, 能被ampical loss, 加上这个loss function, Lipschitz norm, 乘上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1N的这么一个, 呃, 技术来放的, 那这个如果联想到,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1Warshal distance里面的, 它跟regulation之间的关系, 就跟我们很大的启发, 如果这个右边, 它就是对应这个1Warshal, 它就等价于1Warshal robust loss的话, 那其实它就回答了, 至少对于p等于1时候, 这个问题, 怎么去选择radius, 对吧, 我们如果把这个radius rho, 选成tel, t双n, tel是一个常数, 是跟这个分布有关的一个常数, 然后t是这个, 该预的置信度, 然后n是三摩塞, 只要把radius, 选成正比于, 1Warshal,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对于一个给定的loss function, 那如果右边, 它就是等于我们的1Warshal robust loss的话, 那robust loss, 就是true loss的一个upper方, 但这有前提的, 因为通常来讲, robust loss跟lipstic relation它不等价, lipstic relation指它的upper bound, 所以也并不能成立, 但是这个本身这个形式,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性, 那所以呢, 其实利用这些分析品的一些工具, 我们可以证明下面一些结果,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结论, 结论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radius, exactly, 就选成刚才这种, tt数以n的形式, tt是跟分布有关的一个, constant的, t值, confidence, ensimple size, 选成这样的形式, 那么, 以大概率的这个robust loss, 就可以是真实loss, 给upper bound up to一个1 over n的一个error, 那, 来简单说一下, 我们需要的条件, 一个是loss function本身, 需要一个growth condition, 就是它增长不能太快, 它增长不能太快, 是因为它是一个创造条件, 保证, 你这个worst case loss是一个finite, 如果它增长太快了, 它worst case loss就已经正无穷了, 这个问题就不是很有益, 这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条件, 让它满足这样的条件, 然后, 这对于loss function本身, 有一个growth condition的一个条件, 然后对于这个分布, 真实的分布, 然后满足一些关于它的tail distribution, 和一些条件, 因为你在证明任何的conception inequality的时候, 你都需要对这个分布进行一些假设, 比如说它假设它有二截局, 这样的话, 可以用方察控制, 假设它的support是bounded的, 那这里面我们对分的假设, 是所谓的conception information inequality, 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是在现代盖制顿面, 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假设, 简单说来, 如果p等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是对于这个tail, 一个light tail的假设, 如果p等于2的话, 它是跟其他的, 在random matrix, 比如说里面经常常见, log sublify in quality相关了一些, 不过anyway就是这个, 对于p数后有些假设, 然后我们假设l本身是smooth的, 就是它的gradient, 是lipschitz的话, 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论, 那这样结论, 这个radius选取, 对于这个固定的loss function l, 它的选取它的scaling, 就是wano rootn的, 然后这个robus loss, 以大概率它就会到我们的true loss, up to一个wano rootn, 为什么wano rootn在我们看来是一个, 一个比较合理的error term呢, 是因为这一项, 这一项, 它跟empirical loss之间的差别, 也是wano rootn的, 所以wano rootn相比wano rootn, 是一个高阶项, 所以这个误差, 是当smoothchitz稍微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一个被忽略的项目, 那这个结论就是说, 对于一个, 给定一个loss function l, 我可以选取, 这么样的radius, 它要t除以n, 在开根号, 这样的radius, 能够保证robus loss, 上面的true loss, up to one rootn的error, 那下面一步就是把它, 从一个loss function, 推广到一足loss function, 那这个也是, 其实也比较standard的技术, 就是你可以用carring number, 或者是radomar complexity, 那这个时候, 你稍微把这个radius, 稍微扩大一点, 扩大成两倍, 然后再加上一个余项, 这个余项, 也不能说余项, 再加上另外一个项, 这个项rn它的order, 所以很多问题也是one rootn的, 所以整体这个radius, 还是one rootn的时候, 你这个robus loss, uniformly, 所以当面这个true loss, 所以所有的参数theta, up to一个error, 这个error term也是, 所以很多问题也是one rootn, 所以说, 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 你不用把这个radius, 选成n to the power of negative one rootd, 这样一个非常有carsop, 有carsop dimension的这样一个结果, 你只要用这个one rootn, 对于很多finite parameterized的这样问题, 你都可以说明robus loss, 就是一个true loss的这个upper bound, 所以你可以去解这个robus的问题, 只要你这个robus的loss被控制住了, 那么with hyperability, 你的true loss也会被控制住, 那这样一个rate是跟dimension是无关的, 它只跟这个函数足, 就是你的目标函数足, 它的大小可能会有关系, 如果这个现金函数, 它的目标大小就会很小, 它的目标, 它这个复杂度可能就是跟这个heta的no有关, 那如果是稍微复杂的函数, 那可能会有稍微复杂的复杂度, 但是这些复杂度是跟dimension, 是跟simonside的n是没关系的, 那其实可以这么说, 这样的dependence, 关于dimension很多问题都是最优的, 就是它不光过于simonside的依赖性是最优的, 而关于它的问题其他的参数, 比如说这个数据的维度, 关于dimensiond也是最优的, 特别的对于有些问题, 它关于d的dependence是logd的dependence, 所以有些问题它是linear ind, 或者square root ind的dependence, 但是 anyway就是关于simonside的dependence, 它是wonderful这种没有不依赖于具体的dependence, 那我三部分到目前为止讲完了, 那先再谈谈我们大家关于这个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真的做应用的时候我还是要调怪, 对,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结果有什么用呢, 一是说关于simonside, 我心里放心了 其次呢 根本比较practical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关于其他的问题的参数有什么依赖性 比如说关于dimension的依赖性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问题 我有做一个proportual condition 然后我有10个sup 那这个问题的dimension c的dimension就是10 那对应的randomreturn的dimension也是10 那我知道它radius 如果关于dimension的scaling是log的d 那哪怕我有100个sup 1000个sup 那我也知道我的radius也不用选了很大 因为它关于dimension dependence是log的dependence 但如果说比如说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它关于dimension d 这个的dependence非常差 就是d的qubit 那这个时候可能 当我dimension变得很大的时候 我这个radius然会选得很大 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卢邦优化 它本身就会可能会比较cancel的点 对这个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真正在调的时候 我其实跟我optimension的那个objective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做机器 做机器学习 我比如说我做那个做分类也好是吧 其实我最后去调那个 我是调那个 比如说去测试的时候测试 比如说最后是准确率啊 或者这些东西啊 哦 很好的 就说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是零一目标函数 但是我其实我又是用了一个converse的lots function 对 但我最后还是看了是在零一这个目标函数下面 它应该是怎么做的 对我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转换 对对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怎么做了 其实对于那个lots 其实基本上他们rate是一模一样 对 这个也是其实是在地界里面一个非常standard的一个转换 就对 但这个可能不是最后的转换 就是说如果我们我的lots function不是这个converse的lots function 我就是去minimize这个零一lots 三跑我假设我能解它 那其实在如果这是零一lots的时候 它的skilling跟这个完全不一 就是比如说你是1,1是3,2,0 但是我0,1lots 实际上如果我呢最有选举是one over n 就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 有些是应用的时候是有这样 比如说刚才讲的portfolio optimal relations 是吧 我们可能做的时候是用什么objective 但其实我我最后最后走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 那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没有问题就总结一下 就是说O2,3,2,0 它首先从见门角度来讲 它实际上是比较有意义的 比如说它相对于这个KL divergence 或者其他divergence而言 因为它能够去 把这个数据空间里面的 本身内在的这些距离给衡量出来 比如说样本跟样本之间的距离 我们是通过这个pairwise的传输costc来刻画的 因为它能去把这样的几何特征 融入到这个距离的定义里面 所以它对很多高位的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证明了这个duality 对偶性在非常general的这个条件下都能成立 然后不管你是loss function 是是这种有比较好的all性的 还是说general loss function 都有相应的方式去对它进行处理 比如说给它用性化DRO进行一些逼劲 那从可解释性来讲 DRO它之所以work 可以认为它是某种正责化 它在这个bias和这个variation之间做了一个权衡 然后对于很多parametric的问题 我们能够证明它的guarantee是这个文章入存的 那就是从三个方面 就是把这个问题 至少对于一个single stage的问题 进行的一个研究吧 那应这个程老师要求 然后提一些future direction 有一些是我在做 有一些是我觉得非常有益的 当然有一个是就是对于single and DRO 今天上课的时候提到过一点 就single and DRO它其实在这个first order 我们领域也是一个非常新的问题 那有没有一些非常好的算法 这个程老师就是专家了 在座可能期待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正好的算法去把它解 trosé的我们paper里面提的一个 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然后另外就是 我刚才讲的所有问题都是一个static的一个single stage的问题 但是molli stage的问题就很重要 molli stage问题有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还是把它当成一个offline 就是说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集 它是offline从这个例子数据里面生成了 比如说一个Cineral Tree 一个或者很多Cineral Pad 然后考虑一个offline问题 但是怎么把这offline的问题 min max的问题给写成这种 欠套的每一期min max min max迭代的问题 有一个Dynamic Formulation 这个是一个我们最近做的工作 然后另外就说 那对于Multi的问题 那除了这种本身因为时间导致了这个复杂度之外 那还有一个learning的概念在里面 因为你有更多的data 那你就可以去update你两次set 那data越多你两次set应该会shrink 那怎么去最优的去调整这个shrink的这个方式 对吧 那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直接 但supridingly就是 做起来很难 就是怎么去调整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起来很难 但是就是算不好就是这样的literate很少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讨论 就是对于内层问题 怎么去进行优化 就Maximum over这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怎么进行优化 原因是因为我们假设外层 这个minimum over theta 是一个有效率的问题 因为很多都是参数化的问题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其他的问题呢 这个外面这个问题 它可能是一个函数优化的问题 比如说其实在Multi-Stage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是Decision Rule 如果你对这个Decision Rule本身不加任何假设 那它就是一个函数优化问题 那像比如说在做机制设计里面 每个机制它都是一个function 它也是一个无数优化的问题 那有时候对于外层的这个优化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讲 这个属于这个Rubal融化里面的 adjustable foundation里面的范畴 我们在这个有一个feature dependent的一个问题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在EV的Decision 高位的这个feature下面做了一个工作 然后这个就像有点跟下面这个sign information有些关系 当然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当Certainty 通常来讲在Castle Foundation Framework里面 Certainty都是一个都是这个外生的一个Certainty 就是不管你的Decision是什么 你这个随机变量的分布 是跟这个Decision是没关的 但这个就很非常 在OM年非常常年历的就是Pricing 你的demand肯定是跟Price有关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的oncertainty 应该来说是跟你的Price Price and Decision是有关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去formance的问题 使得好像一个比较好解 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最近会有一些这样的工作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只要有这种 Indoge Identity的情况下 那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这种Observational Data的问题 就是说你只能看到 比如说你定这个价 它对应的地面是多少 在同一时间 你只能设定一个价格 我现在定10块钱 我们知道它对应的地面是什么 但你不知道是如果 我定了这个20块钱 它的地面是什么 你是永远不知道 对吧 这是一个Observational Data的问题 或者Causal Inference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怎么把这样的结果 把这样的因素去考虑到你这个DRO的Formation里面 那也是现在还没有太多工作 然后另外就是本身这个Distance 它就是刻画这个分布偏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里面有offline的 offpolicy的evaluation问题 就是说你本身你会有一些历史的数据 在历史上你制定你的policy 当然不知道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你这个新的环境和旧的环境不太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兼容这种不一致性 然后或者是在Fairness里面 你可能把你的训练机分成不同的组 老年组 幼儿组 成人组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保证你这个分类 在这些组长都是比较公平 对吧 这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呃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那我这些我就 操转隐喻给大家列举一些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这个 也是希望大家之后也可以 从这方面来想一想 如果希望可以可以大家共同学习各种讨论 好谢谢郭老师 大家看看有个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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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 还好 就是比如说像啊呃派特尔是像这个他他他他他都有线了还是应该就赶扣品那个汉子就可以做最开始是没有了然后是因为在做瓦斯兰干的时候他们发现也可以这样做所以就是因为瓦斯兰干或者其他东西的出现是他们后来又加入这个红包啊然后他们会有这样啊 嗯 嗯 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线上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可以问 我待会单独请教单独请教你还怕害羞是吧 对 对 来看 哦 我需要看 嗯 怎么看 我们要要拿出来 你退一下 然后 放置一下 嗯 嗯 可以做也可以做因为首先队友里面不要求批害的是经验的这个名义分布就是批害的任何分布都可以然后所以这个首先队友的性态是成立的然后呢比如说你把它选成高次登部他有一个稍微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啊 你这个意思代表现就从一个发现如果你是明义分布的话你这个意思代表现就是发现算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高次分布还是个连续分布那你就还要去采样那你也可以设计比如说基于SG的方法去进行采样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济化问题里面我们就是对这个呃任何的general p hat进去进行呃 呃优化的这个时候你就每一步你做green addition的时候做这个cast green addition的时候 你从这个今儿从这个p hat 名义分布里面进行采样,然后仍然有同样的复杂度,你去解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所以哪怕想让高斯的选择任意的其他的同样分布,他都可以做。 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下文。 其实我们有个学生就是他在做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就是可能跟你最后讲的那个有问题,就是说他的那个, 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就是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这一生是有关系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拍的那个关系,这个这个有一些有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有很多文章是基于那个,divergence。 我费而那个字有很多人是基于大文。 这个词可以,你写一写到什么地方。 你给说就叫三种再紧继续去再说吧。 是有一些,他那个是来源一可是一些电网里面的。 哇。 词。 可以吗? prue ciao。 的话我们也可以私下在在教明天反正那个高老师在明天高老师继续给我们上课吧从早上到晚上啊早上到下午的晚上 没有到晚上然后对后面新一天的话高老师也会参加我们的会星期会走然后后面的话我会经常请那个高老师先生对我们进行一些知道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当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也可以 找到老师那那我们再欢迎再感谢一下好吧再感谢到 现在还有问题 最近 啊 就这个 这个这个他问的是这个如果让神远朗博想用未来的这个结论需要什么验证 就这个realization他的诚意的条件就是Loss是P3S Smooth 所以据我所知基本上所有的问题Loss方式都是P3S 所以哪个人对深入学题 其实我做这个条件也是为了他能够很适应深入学题里面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嗯 那我们再再讲一下 哈哈哈 今天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明天找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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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